浪漫花都右线渐血事件 再次勾起巴黎市民 对恐怖袭击的恐怖回忆 天亮之后 市民们走在看似安静的街上 内心却依然惶恐 眼看距离法国总统选举 还有不到两天 法国总理卡泽纳夫 与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后表示 政府将动员所有精英安全部队 准备在投票日 当天支援原本就调派的 五万名警察保障选民安全 他同时谴责这起枪击案 是野蛮和懦夫行为 更预言整个欧洲正面临 前所未见的恐袭威胁 但强调绝不低头 各位先生 政府正在充满 任何必须拒绝这时代 是为我们的国家的重要时代 在昨天有一个严重 我应该叫拒绝 针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神权国宣称 枪手是他们的战事 来自比利时的阿布尤索夫 但经过查证后 比利时内政部长詹鹏成亲 枪手是法国公民 另外法国内政部也透露 向谢利射枪击案 另一名遭到通缉的嫌犯 已经向比利时警方自首